测试方面的消息 现在汽车市场持续回温 重型机车也越来越多 日系大厂本田宣布抢进重机市场 在台湾一口气发表9款新车 希望可以力拼本土品牌光阳还有三阳 只是价格方面并不亲民 动辄就要二三十万 部分的车款比起之前进口的贸易商的价格 也贵了三到五万元 不管是车身还是引擎盖 都充满浓浓金属味 本田不只坐四轮车 二轮重机也在台湾正式嗨卖 从250cc以上的黄牌 到550cc的大排气量 本田九款车一次亮相 挑战本土龙头光阳跟山阳 每一个人的成长大概在15%左右 造型骑乘的人都有所不同 所以它是比较一个特殊的族群 本田展现气度新 但价格却不便宜 大部分的车款 比起市面上进口的贸易商车种 平均价格都贵上三到五万块 锁定复古车商机不止本田 山阳提前一步 重新开卖经典机车 山阳打出300cc不到20万最便宜 光阳250cc车种大约22万 而本田的300cc车种则是28万8 车跟人是合一的 这样骑起来节奏各方面会很顺畅 根据统计台湾每1.7个人 就拥有一辆机车 但重机比照汽车动辄3万元的税率 车商要扩大销售族群 依旧有不少挑战 东方才是学院长博祥 众文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